1977年8月16日 台湾理解言还有10年 理民主化还有近20年 有一个组织不为可能面临独裁政权以死刑伺候 公开发表人权宣言 呼吁政府 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这是当时首度有团体 敢公开发出台湾独立的诉求 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撼 但这个组织不是台独组织 是到今天已经定恩台湾超过157年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台湾第一间医院 第一份报纸 甚至第一支足球队 都是他们带来的 就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历史吧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 最早可以从1865年 英国长老教会传教士马雅各医生来台开始算起 他在台南市成立第一间教会 看西街教会 也成立台湾第一间医院新楼医院 而随后 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甘维林 创立了台湾第一所盲人学校 他也被认为是学术贡献最大的传教士 他整理了今天我们研究台语必读的厦门英新字典 这套字典也被称为 他也翻译了荷兰统治下的台湾 是研究荷兰时代的台湾史一定得读的书 在甘维林之后来的巴克里 当马雅各成立的传道者速成班 进一步升格为台南神学院 到今天都是长老教会培育神职院院的重要摇篮 现任驻美代表香美琴的父亲肖兴芬 就曾当过台南神学院的院长呢 巴克里还从英国运来印刷机 成立台湾第一间印刷厂 聚珍堂 并在1885年 出版了台湾第一份报纸 台湾府城教会报 很少人知道 台湾第一份报纸 是用今天大部分台湾人都看不懂的台语罗马字写的 这份报纸记录了很多台湾人祖先的生活故事 可惜中国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后 不但禁止教会公报用罗马字 取消教育也独罢华语 导致今天许多人不但看不懂 我们第一份报纸上面的故事 面对想找回历史使用罗马字的人 还骂他们是台罗仔 年底就要进行2022卡达足球世界杯 台湾的足球发展 也跟长老教会密不可分 传教士万荣华 在担任台湾第一所中学 长荣中学的校长时 将足球这项运动 从他的家乡英国 引进台湾 台湾人也开始发展着 向世界上最多人看的运动 除了南部的传教士 1872年 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师马街 也在淡水登陆 成立护卫街医馆 牛津大学堂 台湾神学院 他也成立台湾第一所女子学校 淡水女学堂 后来马街也暗葬在淡江中学的校园中 长老教会原本一南一北 分头发展 在1951年 决定合并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 也在此时 加入国际基督教组织 普世教会协会 因为代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长老教会重新反省 在这块土地的经历 派很多人下乡去理解台湾 发现许多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问题 参加国际组织 也让长老教会有了国际支持 能够更勇敢对独裁者提出批评 1977年 国际社会与台湾岛内 都知道美国即将改承认中共为中国 放弃承认中华民国 对于六年前 才被逐出联合国的中华民国 与台湾人又将是一记重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 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 强调台湾的未来 应由台湾著名自己决定 并请中国国民党政权面对现实 不要再拥抱虚假的中华民国 采取有效措施 让台湾成为新而独立的国家 在当年写下这样的宣言 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当时长老教会总会的总干事 高居民牧师 甚至带着觉悟写下遗书 人权宣言发表后 疫情震撼淡 长老教会也立刻被中国国民党政权 大肆报复 动员报章杂志 全面踏伐及抹黑 但这份宣言 对台湾历史和民主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今天 45年过去了 我们除了要知道长老教会的历史 与对台湾的贡献 也应该思考 我们还要继续让中华民国体制 限制台湾吗 我们要如何 让台湾早日成为一个 新而独立的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